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挂翻了一辆摩托车 嗯 对 罗婉天 你被拘留了 您认识我 卢律师吗 今天报纸还登你的照片 呃 作为律师 你应该知道你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吧 呃 对不起 您不能带他走 他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帮我 是我让他闯红灯的 他做好事是应该的 可一码是一码 万幸的是被他挂到的人只是受点惊诚 这样 你先跟我回队 一会儿 会有人来找你做笔录了 走吧 你听我说 哎 那个 我是律师 我知道该负什么样的责任 张伍还你张伍 走吧 不要 走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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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打游戏跟关门是一回事 得打个大新戏 像你这样肯定过不了关 不用带着去 你快 我 我干什么呢 在斗廊就听着屋里有枪声 呱呱呱 师队 叔弟断了一下 家里有没有情况 没有 那几个组怎么样 一切正常 咱这水子渴 对了 刚才孙科长来了 告诉我说他把石头接回家了 叔叔娘娘现在吃饭 我知道 师队 你跟孙科长的事该办了吧 元旦 我说到时候你别忘了送风包 行不行啊 哪有你这样的 人家都说请你喝酒 我这人就这么实在 除了这个时候 我是没有机会发点菜的 你要想发菜 我给你出个点吧 我给你发一圈铁吧 想送你十万二十万的 肯定不少 你得 你往刑场上送我呀 跟你说你记着啊 除了咱们局里 不许跟外人说 听见没 是 最近 心不顺吧 没有啊 你要不要 放你几天假 出去散散戏 你说这 国情节快到了 一个像样的案子也没有 你说什么呢 两位呀 我知道你心情不太好 但咱们当刑警的 万事第一条是要稳定 第二条就是公司分明 你可不能把生活中的情绪 带到工作中来 我知道 知道就好 天真 有烟吗 没有 我又不抽烟 我说你咋这么笨呢 我怎么问了我 那领导是给你个机会 你帮着溜溜虚 你买一盒去 对不起领导 我明白了 我现在要去啊 别买贵的啊 三块钱那个生命 一盒啊 我说你这什么时候写的 看一看 哎呀 行了 别会臭你 别臭了 嗯 你快说吧 说什么 你从来也不会让别人给你买烟 能把小田支出去 你肯定会花了脚 胡说 我就不行腐败一回 行了 你甭骗我了 我没猜错的话 这是什么 嗯 你看真行 没白教你啊 嘿嘿 说吧 什么事 啊 那个房子和家具怎么办了 不知道 哎 别退了 都让给我 该多少钱给你多少钱 啊 房子我也租下了 你不是有房子了吗 嘿嘿 再租一处 换环去 什么意思 可怜我啊 嗯 不是 你省得我们再操办了 我这人就是懒 校长啊 我非常非常理解你现在的心情 可是 怎么说呢 这人生啊 会有很多不如意 啊 嗯 这这这话不对啊 这爱情啊 这也不可能是一分分顺的 这这话也不对啊 我这个人就是就是就是左腿笨塞的 老大哥的意思就是说 你心里有委屈 你别别的心里了 啊 你要是想发火你就从我来 你骂几句打几下都行 你就别把你那个憋坏了 啊 我凭什么打你啊 那凭我是领导啊 我没有处理好你们的事情 没有及时的了解情况 反正就是有领导别嘛 行了行了行了 不会说话就别说了 你领导 领导能起到什么作用 嘿 不是 我那意思是说呀 你别这样 啊 你把那气都撒出去 你跟我有八年了吧 在我的眼里啊 你就像我的小妹妹一样 不光我 咱们全对 啊 你没觉得这两天少了不少笑声啊 看着你这样啊 我们难受 真的很难受 两位 你要是把我当鸽子 你就打我几下 时间打几下 你别说 我真打你了 好啊 打 时间打 来 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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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说 你别说 两位 哭吧 痛痛快快的哭 哭出来就好受 啊 哭 有没有 对不起啊 对不起 对不起 你会带来麻烦 你说什么呢 什么对不起啊 你别管他 哭 接着哭 我听见你哭出来啊 我这心里的特痛快 哎呀 这是有日子没看你有笑容了 啊 谢谢你是对 啊 谢什么谢啊 我这当大哥应该做 啊 你好心领队 好知道了 马上到 有活了 一起车货 怀疑蒙杀 我去吧 还是我去吧 杀机还用宰流钢啊 不就小天哪 还没回来 两位 打击精神 啊 是 是 有案子快走 好 是 小心点啊 谁啊 进来 老师 咱这值班的人都哪儿去了 刚才有个案子 都出去了 没事啊 那什么 省厅值班室刚打了个电话 问咱们这个 节前值班情况怎么样 那你就告诉他们 基本正常 刚才有一起车祸 正在调查 那 我去汇报 去吧 来 请问你是 明杨总 你们两个长得有点像 我也觉得 你是本地人吗 你在这儿有亲戚吗 我是警察 我来负责调查你这个案子 对不起 我知道这个过程很痛苦 但我必须要问你 受害者是你的丈夫吗 对 他现在情况怎么样 不知道 那你能不能把 当时的情况 给我们再描述一下 今天 是我跟我丈夫 结婚一百天 他在一个月以前 就说要庆祝一下 我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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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书结束了 好看吗 好看 下个月省城取行 法国电影周 我给你订了票 在唯一一次大酒店 给你包的房间 谢谢 真漂亮 白哥 我擅长 你休息吧 不看了 不看了 我陪陪你 怎么不回家 回去也睡不着 看星星 在家里比这儿好 没有街灯 我新买了一个望远镜 还置在原来的地方 上次的事 对不起啊 你过来一下 这是他们在法国 给你带回来的化妆品 给波币定做的 跟铜的声音不一样吧 嗯 好听 本来过节想给你带回去 你既然来了 你都拿回去吧 过节回去啊 啊 做个准备吧 望天和望星都要回来 难得一年聚着两回 嗯 我想 节前去庙里烧香 哦 对了 过几天是你爸的忌日 我 抽个时间陪你去吧 不用 海哥 嗯 你知道 是谁杀了我爸 怎么突然问起这个了 没有 每年遇到这个日子 我就闹心 哦 我正在找 找到了 一定别忘了告诉我 一定 我新买的那个 倍数比你这个大 我爸死那天 你看到流星了吗 有了望远镜才知道 其实流星很多的 也很漂亮 壮丽 难怪你这么愿意看 我小的时候 跟爸爸出海 总愿意躺在渔船上看星星 每当看到流星 我就惊叫一声 我就惊叫一声 后来妈妈告诉我 看到流星的时候不要惊叫 要悄悄地许个愿 我许了 我许了无数个愿 现在的愿望都实现了 我得到的 要不许的愿还多 在我的愿望里 也包括 我要娶一个 像天仙那么漂亮的妻子 也许我在许这个愿的时候 叫了吧 所以 你才留下很多的缺憾 才留下很多的缺憾 你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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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事啊 没有 没有 没有就好 进来 海哥 嗯 吴律师来电话 说望天被110抓走了 叫咱们去保人 什么 老二被抓了 为什么抓他 110 说是他为了送一个被车撞的人 去医院闯了红灯 还刮倒了一辆摩托 吴律师说放人没问题 但你要交罚款 那人交钱把他领出来 你去告诉王兴 那来一趟 哎 等等 我自己去吧 你这在社会上有仇人吗 他很少接触社会上的人 他在文化局艺术处工作 主要都是圈内人 那他最近有没有什么不顺心的事 或者说 有什么异常表现 没有 我们刚结婚 一切都挺好的 可没想到 刚刚一百天 你再好好想想 他最近跟你说过什么没有 我们最近说的最多的 就是怎么来庆祝这个白天 我说不用了 可他偏要坚持 后来我就答应了 他还订了饭店 可他为什么要订这家饭店 他跟这家饭店有关系吗 这我不太清楚 也许是因为 离他的单位近 啊对了 也许因为我们头一次吃饭 就在这家饭店 他跟同事的关系怎么样 理智他的脾气很好 工作也很认真 单位上上下下的人 都觉得他不错 啊 那个帮你的人你认识吗 不认识 他好像在哪见过 在哪见过 你再想想 应该没见过 有的时候 可能就是这样 你没有见过这个人 没有去过那个地方 可当你见到他的时候 又好像是似曾相识 对了 这个人他帮了我很大的忙 可现在他被警察带走了 梁警官 我能不能麻烦你 帮帮我求求情 借你放心 一般的情况 警察是不会为难他的 对了梁总 你给那边打个电话问问那边 就知道那个人的情况 啊 喂 是李队长吗 你好 我是刑警支队的梁威 你好 是这样的 我想问一下 今天晚上那个连续闯红灯的人 他还在吗 嗯 你们能不能从轻处罚 哦 那我知道了 好 他是干什么的叫什么啊 什么 哦 没事了 好那谢谢你啊 再见 他叫什么名字 他可是个名人啊 卢旺天 卢大律师 是他 你们认识 其实是认识 还算得上熟人呢 那太好了 那麻烦你们帮我转告一下 等我丈夫好了 出院了我们会请他吃饭 当面感谢他 这忙我很帮不了你了 你还是哪天自己跟他讲吧 对不起听你的话 喂 你去吧 卢律师 你好 你好 我想我们不用自我介绍了吧 不用 坐 没想到啊 我这么见小案子 居然把你给经过了 啊 我不是为案子来的 快过节了 我是这一段的总值班 听说110抓了卢大律师过来看看 啊 啊 怎么说你想看到的一幕综艺看见了 怎么知道 在法庭上我为卢旺兴辩护的时候我注意过你的眼神 哦 有什么特别吗 怎么说呢 就像那个猎狗盯了自个儿的猎物 哎我这么说你不介意吧 没关系 刚我们这一行呢 比这难听的话也听过 站在不同的立场上 对我们这一行就有不同的评价和形容 猎狗 你这还算是文雅的 在法庭上 你一定想 什么时候能把这个人抓起来 送进牢房 现在你满足了 笑什么呀 我真没想到 卢大律师的心胸这么瞎然 啊 你错了 我今天来是放你出去 放我 对 我做你的担保人 把管也不用交 为什么呀 因为你今天晚上的行动感动了我 作为市民 你今天晚上的表现是优秀的 每一个人遇上这种情况的时候 都会出来这么做 是很多人会这么做 也有很多人不会这么做 这需要觉悟 嗯 卢律师 关于那个案子 咱们 可以谈谈吗 可以啊 施警官你有烟吗 有 谢谢 谢谢 施警官 嗯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嗯 你真的认为那个案子和你弟弟没关系吗 作为律师 我没有看到和陆旺兴有关的证据 你知道海天集团一直想吞并金凯案 知道你弟弟在海天负责育乐业 知道在这之前 他们曾经和李大眼进行过多次谈判 而且每次谈判失败后 都发生了大大小小不同规模的冲突 对吧 那个案子是终审判决 是 坦率的讲 我不喜欢你哥哥 也讨厌你弟弟 我希望你能告诉他们 警察一直在盯着你们路下 最好老实点 你放心 我会把你这个意思带到 那我可以走了 可以 小王 这事我保了 让他走吧 是 为了一句话 你可以连罚款都免了 看来这法律还是有一定的伸缩性的 但法律最终是公正的 我今天可以保你出去 明天可能会把你抓回来 你放心 我不会给你这机会的 师姐们 谢谢你们爷 不客气 马上 会把你抓回来 你带上去 你怎么在那里 你带上去 我去做 你带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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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做 黄天 太子 你怎么回来 我来接你啊 不用管我男的 我跟你说啊 明天啊 我想把事务所呢 从海天搬出去 我在外面租立发房子 为什么 事务所呢 不是海天的一部分 咱俩办公不合适 我跟你说 咱俩可是勤勤地 亲兄弟也得明算账嘛 是吧大哥 今天晚上你不用管我 我想自己算根部 忙大哥 哎 黄天 黄天 咱俩走了 是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哥呢 在里边 宇小姐 这位是 宇小姐 您介绍一下 任警官 任警官 李治的弟弟 宇小姐 你好 你们查出来是谁干的了吗 正在调查 跟我过来 过来 跟我过来 你说 是哪个情人干的 你说什么呢 我早就和我哥说过 千万不能娶你 根本养不住 你说 是谁干的 啊 不如 你可不让你回家 因为你吸毒 跟我没有关系 余小姐 你这样子出来了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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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 哥 我求你了 哥 哥 我求你了 你闪开 战士 你闪开 我是官局的 哥 我想问一下 刚才那个人情况怎么样 战士病人没有生命危险 但是 苏醒过来可能现在不是很大 您的意思是说 怪他二十小时 如果醒过来我也明白了 您的意思是说 他有可能成为植物人 可能 天啊 那 天啊 天啊 啊 天啊 佐藤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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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游户也辛苦了 大爷大妈 最近身体怎么样 家里还多好 家里好 身体也挺好 来来 喝水 谢谢 来 喝水 卢律师 我们接着来 是因为官司打赢了吗 我们老两口合计着 来感谢感谢你 不用不用不用 我知道 你们家里不缺钱花 还一般的小东西呢 你也看不上眼 坐里面锦旗 表表我们的心意 卢律师 打了七年的官司 最后 是你给打赢的 那个乡长 到底就抓起来了 我那原死的闺女 也跟喝水一样去 大妈 大爷 您二位 您二位别太难过 真的别太难过 现在事情不已经都解决好了吗 这样 大爷大妈 这个锦旗呢 我收下 谢谢你们 这样你们路呢还远 我给你们叫个出租车 送你们回去 好吗 不用不用 我们有车 大客车 我们坐客车回去 来 路律师 三千块钱是律师费 你收一下 大爷 您听我说 听我说 我之前不是说好了吗 这件事情我替你们代理 咱们是免费的 这律师费 如日如河 我们也得交啊 你是靠这个生活的 不挣钱怎么行呢 大爷 您听我说 这件事情的起因 不就是因为一头牛吗 你们把这钱收好了 回去买一个小牛犊 然后好好过日子 行吗 这怎么行 这不行 一定收 一定收 听我说大爷 咱们打官司为什么 不就是为两件事吗 第一 是要给死人争一口气 第二呢 咱们就是要活人 好好地生活 好好地过日子 对吗 现在这两点 我们都做到了呀 那大爷大妈 你们啊 就踏踏实实回去 放心地过日子 啊 卢律师 你真是卢青天 大爷大妈 大爷大妈 你们啊 就放心地回去吧 我让所里的小雷 开车送你们回去 就像我说呢 有什么事情 给我打电话 你好 卢律师 你好 卢律师 对不起 稍微等一下 稍微等一下 那大爷大妈 我不送了 小雷在外面等你们 再见 再见 卢律师 你好 有人打电话 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 您能简单 跟我们谈一下 关于这个案子的情况吗 这是我的明天 明天给我打电话 今天实在抱歉 我太难 卢律师 怎么回事儿 卢律师搬家 我可以打电话 我财律师 小心点 慢点啊 小姑 这些文件 我们是当号变的 这些通话 好,按十分钟,快走 小天,你停一下 大哥,你没看我这么忙的呢 小天,我想跟你谈 大哥,你稍微等我 那个小薰 把那个大地雕和那个纸箱 把人放在那里 愿佛祖保佑 我叔叔前往西方极乐世界 愿我和我妹妹能为叔叔报仇 恶你落伍 小妹 叔叔的仇你到底报不报 我不相信是海哥杀的 现在老大内外交困 正是报仇的好机会 要是错过了你后悔都来不及 我还是不信 哥 海哥对我们一直都不错 你为什么非要害他呢 我不是要害他 我是要报仇 海天原本是咱们李家的 我是要帮你把他夺回来 我不要 海哥来了